这个狠毒的女人有多狠毒 她和父亲联手把不听话的男友绑起来 接着拿出匕首放在白嫩的脚掌上 一锤子敲下去 隔着屏幕我都感觉到脚疼 大花很兴奋 静止她坐到男友身上 她是一个密口见负的女人 一旁的老丈人却心狠毒辣 八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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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十锤过后 铁柱已经不成人样 父女俩坐在铁柱身边 翻着相册让铁柱心上 原来她只是众多猎物中的其中一个 父女俩会在猎物身上标注印记 来证明自己的私有物品 大花拿出一把钢叉 在铁柱胸前画了一个巨大爱心 表达对铁柱忠贞不语的爱 然后拧开盐罐子 小宝贝不要怕 直接把一大桶盐撒上去 呃呃呃呃太疼了 看着铁柱猙獰的表情 八花开心的吹着小喇叭 甚至要求铁柱陪她一起吹 在这间屋子里 她就是女王 大花想让她陪自己跳舞 铁柱已经无力反抗 她浑身上下痛不欲生 只因脚步慢了半拍 就被大花狠狠地踩上一脚 哦哦好疼 由于铁柱表现不好 被再次捆在椅子上 听到老丈人剁死耗子的声音 她就忍不住浑身颤抖 以为自己的晚餐就是这玩意儿 诶 她想多了 只见他们打开地上的缸门 里面传出无尽的哀嚎 铁柱一脸蒙圈 浑身颤抖 此时也顾不得疼痛 想要趁机割断绳子 然而老丈人却又圆了女儿的童话梦 她直接勒住铁柱脖子 接着让女儿手持电钻 缓缓上前 她要在铁柱头上 钻一个拳头大小的洞 铁柱满脸恐惧 绝望到了极点 大花手一滑 第一次没能成功 那么第二次 可就要瞄准咯 随着电钻逼近 铁柱瞳孔放大 苦苦哀求 却不料电钻直插脑门 哎呦太疼了 她简直头痛欲裂 头晕目眩 头昏脑胀 打是疼 骂是爱 挨到极致用脚踹 这是大花挨到极致了呀 父女俩仔细端详面前的作品 铁柱脑门上出现了一个拳头大的洞 她疼得简直无法呼吸 就这还不忘回想起花花的样貌 本以为生命就此结束 然而她的噩梦仍将继续 父亲递给大花一壶开水 她要浇到铁柱脑袋里 想让她保持清醒 当她走近一看 发现洞太小 灌水有点费劲 于是老丈人再次举起电钻 恶狠狠地攥着铁柱脑门 早已麻木了的铁柱 终于割断绳索正脱开 先是把吊插在脚掌上的匕首 然后用电钻猛地砸向老丈人 趁其不备 将她一把腿进地下室 没想到下面 竟然是他们父女俩饲养的人 呀呀呀呀呀 幸亏掉下去的人不是我 铁柱还沉浸在真碎三观的惊恐中 大花突然从后面抓住她的双腿 一转一撇 将她丢下密室 看到铁柱死到临头还不松手 她也毫不客气 拿起锤子就砸了下去 这下总该活不了了吧 大花直接关上钢门 来到母亲的房间 万万没想到啊 她竟然亲手掐死自己的母亲 只因母亲没能给她一副盛世容颜 一名警员顺藤摸瓜找到这里 她打开密室的钢门 还没来得及问清楚是怎么回事 大花捡起地上的刀片项链 她要找到铁柱的正牌女友 慢慢折磨她 显然花花并不清楚发生了什么 就这样 两个女人扭打在一起 花花不是对手 但她有一个本领 那就是刨 另一边铁柱也逃出了密室 她开着车子 静止地撞向大花 恶由恶报 大花最终的结局很酸爽 这部片子的内容触目惊心 有着澳大利亚恐怖片的独特风格 血腥和惊恐程度让人不寒而栗 很难想象编剧写文时的心态